Hello,大家好,就说一下 嗯,我这次旅行吧 我呢,还有一个女生,还有另外两个男生呢 一起出去玩 嗯,那两个男生真的非常照顾我们 嗯,基本上到每到一个景点 我只要负责 我和那个女生只要负责下车拍照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,什么饭店啊,开车啊,找地方啊,问路啊 行程的安排啊,付钱啊 嗯,都不用我们管 当然最后呢 最后回来的时候呢,我们是均贪费用的 嗯 可是当时呢,一切都是他们两个在负责 尤其是旅行的时候呢,是有一些不顺的地方的 可是他们呢,会把这些啊 可能会引起人 引起人急躁焦躁的事情都变得很欢乐 这种能力就非常的强 而不是说在长途旅行中 本来就很累了 还拐错路啊 或者是又走了远路啊 会焦躁,不会 反而转换成非常 嗯 非常欢乐一种幽默 这个非常的厉害 这种能力真的了不得 嗯,所以呢 嗯 其实人人都是神仙 人人都是佛 我们跟他们身上都能够学到很多 加油 谢谢大家